温泉水哗啦啦不停流着清澈的温泉池 是不少游客泡足雨好去处 不过竟然有民众直接脱掉上衣下身 整个身体进入水中 前往新竹县五丰乡张学良 故居路上会经过清泉温泉将军汤 游客会在这里驻逐停留 享受放松的泡脚时刻 但现在却 一大清早还不到五点 将军泡脚池就来了不少民众 但这些人可不是来泡脚 手上拎着水桶摇水盆 肩上披着毛巾大辣辣的 坐进温泉池里洗澡泡澡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公共场所 这算是南汤铝汤 它也是有分开来的 你不适合在这种公共场所做卤汤 毕竟这是一个公共场合 而且是一个观光地区 你泡裤汤有一点点比较浮夸一点 毕竟有爱观赞 其实将军汤泡脚池有明显的告示牌 写着禁止泡澡洗衣提水等等 公所也表示会多派人加强巡逻劝导 只不过观光景点出现如此状况 难免破坏现象